小费聚集团 今年业绩达成越高 台中一航集团透过春酒活动召开适时大会 各关系企业领导人纷纷举杯发愿 率领3000名员工齐声高呼 以营造2019年业绩创高峰 使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台中一航集团举办春酒适时大会 目的就是希望借由春酒 使集团关系企业之间 可以团聚拔干净 有益日后业务交流 借着这个机会联络各个市业权的一个感情 那我们台中一航集团呢 在中小企业上 他们基金上的一个组 那我们要是欢迎全省各个企业 有需要融资的部分 都可以来跟我们接策 台中一证券在未来的一年 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新业务来推出 那包括我们的定期定额的UPF 还有我们的副委员后 未来我相信在这个部门 能够帮很多投资人 在台股多变的一个时期 能够做到各好的风险分散跟资产配置 台中引导金 真的成为我们母公司这一边的大力支持 这两年大家同意合作 我们这一边 去年交出一个很亮丽的成绩 也感谢各位的支持 大家很欢乐 很热闹 大家也感受到池团的力量 那我想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歌姓投资呢 在未来能够结合池团的力量 一起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让我们的业务更为增长 更为增长 通过李久哲聊亮嗓音 安心亚载歌载舞 带动现场热闹气氛 让员工感受到老板的诚意十足 尤其台中银行更砸下千万抽奖 让员工兴奋不已 愿意全年拼下去回馈公司 因为我有抽奖 所以我现在心里是非常的兴奋 对不对 没有手发手 虽然没有抽奖 但是很开心可以跟全台湾台中银行的分行 所有同仁都聚在一起 然后一年度彩一次 所以非常的开心 可以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呢 希望明年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抽到大家 台中银行107年获利亮眼 税后盈余高达40.03亿元 EPS创下1.18元漂亮成绩 年终奖金平均月数达5.5个月 机优者高达8个月奖金令人倾现 员工也发愿要以实际行动 创造108年的营收和获利 摸奖区的工作人员会拨手 赶快来跟他们对讲 工商时报黄欣颖台中报道